哈喽大家好,我是迪克文,欢迎收看战舰世界,喜欢玩文视频的话,可以点击下方的订阅,来订阅玩文的视频,那么自从订阅玩文视频以后,你每天都能第一时间收到玩文发布的最新的战舰的视频,那么自从看了玩文视频以后,妈妈再也不会觉得我们玩战舰世界坑了,但是感谢本期的我们视频上的《纷纭小王子》提供的非常精彩一首一局得名音的战斗,那投稿的朋友呢,左下方有我的投稿邮箱,大家可以把它录下来, 就像文件以及战略机截图,然后呢,发给玩玩就可以了,然后如果说大家是要投那个top级紧的话,就说一下大概是多少时间,对吧,然后呢,发生了些什么事情,那么,呃,建议大家不要说是最后两分钟这种,因为有时候的话是打了20分钟,最后两分钟就是我知道,对吧,有时候打15分钟,你最后两分钟,我也不知道,所以说大家看这个,对吧,大概从几分几秒开始,对吧,那么这样玩文呢,就会有概念了,那需要带来, 大家的朋友呢,可以找左侧的二维码,来联系我们家的汪汪客服,也可以在淘宝啊,搜索DK玩玩,那就有我的汪汪ID啊,认识我们就直接找汪汪客服就可以了,欢迎我们小王子,大家不知道记不记得,然后在亚服,在很久很久以前, 朋友们在有一张冰岛的地图,出过一局两局藏王的视频,玩的非常非常屌的,那个,那个人,对吧,他现在,他最近也在玩国服啊,然后呢,也是联系到他,正好是年前工作忙啊,过年的时候,他玩的会比较多一点, 然后我们来看啊,就我觉得他巡洋剑玩的,真的是非常非常溜,而且德美英的话,嗯,我说德美英感,总是感觉就是说,嗯,不像自己的,就感觉是装甲脂的那种感觉,呃,怎么说呢,就像,呃,开驱逐,对吧,我就感觉是, 人剑,开个什么机灵啊,哈巴,感觉是人剑合一这种的,然后,开巡洋剑的话,就觉得,诶,会略微差一点的,尤其是,德美英啊,手感的话,感觉,嗯,就最不好,在新登堡相对来说,还是舒服一些,那么今天这局,德美英可以看到,哦,对面三艘实际的战力啊,我们这边的话,只有两艘,那等级差一级,然后巡洋剑的话,我们是反而高一级啊,然后驱逐剑的话,对面还有个导锋,那么等于说,呃,对面等级, 差不多啊,只能说是对面等级,应该是略高一下,除了战力戒,略以外,其他的像,巡洋啊,驱逐啊,都是会,会,对我们是,优势会更大一些,上手开局看到一个导轰,全速的,哇,这个提相机,瞄得绝对可以啊,其实,我们一般习惯的话,就是用八倍镜,对吧,你看到驱逐剑,直接是,开这个八倍镜,好的,中了一发,九百多,直接是,把它剁打坏了,就会到第一视角,他自己的话,是在打这个塔石杆,应该是塔石杆,对吧,我们没, 没看错,那这的话,呃,导锋的话,速度很快啊,这种话,即将算一下,因为,像,特别最难的,其实是在打取冲,在高速移动的时候,他这个提前量的取决,幅度会非常大,尤其是他左右来回扭的时候,哎,好的,又蹭了一发, 然后呢,又是因为什么呢,寻扬剑的精度高,对吧,寻扬剑的精度高,所以说,炮弹很集中,那有时候,你稍微秒,偏一点点,那不行,哇,这个强行再, 撸一轮,但是的话,撸不到,导锋的话,是直接被打残,我们家羊爷,哦,有三千多,在那边,在被敌人狂洗啊, 这的话,还剩一千九百多点血,哦,还好,哇,他还在开炮,刚啊,赶紧啊,把这个导锋收了,那因为,导锋一直在拉着烟啊,消点不消点的,所以说,这个,很烦, 你很难看到,就说是持续点亮的一个概念,哇,我们家羊爷,还七百多点血,还好啊, 哦,然后是在着火,哇,我们羊爷在着火,损管没好,还在着,还在着,完了,完了, 完了,完了,这个的话,完了,所以说,你看看他那个,驱逐一走以后啊, 等于说是这里是没有视野了,他就直接是开启了水针的一个视角,那么这样的话,水针其实侦察范围会更广一些啊, 而且的话,点鱼雷的会更好用一些,而且他得名音的话是,没有出灯泡技能, 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屌的一件事情,哎,塔石干亮了,开始加速启动,塔石干的话,其实速度不比那个, 导风差,所以说的话,提前量要算好多,可以看,你看看是很近,对吧, 9点几公里,但是的话,这个提前量算好搭,三千六百多,滚啊,滚,二零三的H,打上去就是爽, 那他话还是把速度加起来了,继续是往前,哇,而且水针四角有时候, 真的打不习惯,我觉得水针四角是打战略是很好用的,但是, 打其他船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很怪,对吧,因为你看怪了那个角度以后,这个就很怪, 而且,你看他是把提前量取高,但是,就纵上提前量是有取高, 但是横向的提前量,就会有差,对吧,其实这样的话, 这个以后完全靠想象力,要一个丰富的一个想象力才能这样搞, 要不然的话,很难弄,哦,对面的塔石干,哎,消点了, 他不开炮的话,嗯,出了一个点量距离, 而且现在可以看啊,现在很多啊,开局走的话, 现在往C点啊,这种方向走的都可以啊, 其实,在开局的时候,就是说, 有些船比如说,像我们家,那个, 这里应该是一个天城吧,对吧, 其实,其实应该,我们一直觉得,就是说, 你哪边进,就往哪边打, 然后,没有优势的话,就是说, 呃,如果说敌人比较多的时候, 你可以就是说,呃, 呃,往回撤,对吧,拖刀, 那敌人比较少的时候,可以打得稍微激进一点, 往前刚一刚, 那么,不一定就说,大家, 战舰世界和其他游戏,和坦克这种差别很大, 不一定就说,大家抱团就一定是胜利, 呃,尤其是在这种,呃,有驱逐啊, 这种局的话,你真的是抱团, 有时候驱逐一死,或者一边, 不小心被打崩以后啊, 整条战线,你会被左右包夹,啊, 他其实没有说,我被包菊花的这种概念, 但是的话,就没有180度前后, 对吧,包夹这种, 但是的话,一个左右90度的一个包夹, 其实是最伤的, 因为你想,啊,大家如果说是前后180度的那种包夹的话, 对吧,那头对着你的屁股对着我, 其实没什么伤害, 但是90度的话就好了, 无论走到哪边都是有侧面的, 因为坦克打的是什么, 是驱逐,对吧, 就只有正面的装甲会比较硬一点, 但是的话,像, 战舰的话是侧面的装甲是最薄弱的, 坦克的话是侧面后面都有, 所以说的话, 这个概念会有点差, 这的话,他还想看看得名会不会中, 对吧, 这个跟着, 因为你有时候可以用炮弹跟踪视角来看一下, 对面得名到底是对面的舰船, 到底是怎么样子在走位啊, 这种, 有时候用炮弹跟踪的话, 也是可以可以看一下, 这也是个小技巧, 这的话没有人, 北卡, 哦, 这里点人人波雷过来, 这个大河可以搞啊, 大河的话, 走位置有点刚, 他一边是在拖刀, 但是他这样走的话, 估计要出事情啊, 一方面是我们驱逐可以雷击他, 另外的话, 他这位置很多人可以打, 他基本上是没路好走, 哦, 对面的德明又出来了, 哎呀, 小点了, 哇, 这个德明如果说是不出来, 要是出来, 一直亮着的话, 一轮AP绝对可以爽啊, 他看一下, 抬头看看, 他大河, 哦, 德明出来了, 但是我们错过了攻击窗口, 可惜, 这的话大河还可以洗他, 这的话当心玉雷, 继续洗大河, 大河的话, 主要是点着啊, 像这种十几公里的侧面的话, 呃, 美气炮弹德明, 嗯, H1和那个, AP伤害会更高一点, 但H1的伤害也不会差, 点着, 对啊, 只要是把它点着火就行, 那有时候我们, 哦, 加速加速, 哦, 这颗鱼雷躲不去, 可以, 这的话, 继续吗, H1烧, 4000多, 我在熊熊燃烧, 好搭3888, 这个数字几厉, 该你说拜拜, 还有个藏王, 十几公里的藏王, 基本上, 全数, 德明就是打远距离的目标的话, 说真的, 就说, 战列的话, 你真的是要洗他是可以啊, 但是的话, 真的打熏羊这个提前量, 虽然是, 家都不认识, 但是稍微近一点距离的时候, 狗斗能力, 这个就是, 不得了啊, 了不得啊, 这个就会强的, 伤害爆炸, 对面的德明也在, 卡在那边, 是想洗吗, 他这个位置其实, 因为一直被点亮, 所以说他卡那个位置, 没有什么很大的意义, 特别需要说离山啊, 稍微有一点点去, 比如说我们左边的, 比如说左边这里一块, 对吧, 稍微大一点点距离, 然后呢, 我抛物线抛弹能飞过去, 那么敌人抛物线低, 对吧, 那就飞不过来, 我得名的话, 提前两往右边去点, 德明在倒船, 我看去, 因为为什么, 我们是跟他同行, 他在倒船, 我们在往前开, 所以看上去, 大家是平行, 其实他这个, 肯定是在倒船, 大家看烟囱, 对吧, 好, 现在他慢慢往左边去了, 说明他是速度越来越低了, 对, 停船了, 准备往前去了, 所以这里再打一轮, 来吧, 哎呀, 人间魔道, 好的, 瞬间事把它带走了, 看到人间魔道, 我想到魔道这个名字, 以前玩游戏叫背离魔道, 还有一个兄弟叫背离神道, 对吧, 然后呢, 好多人一起玩, 还有什么背离人道啊, 然后呢, 背离下水道啊, 这种啊, 这扯得远了, 我们继续, 看现在的话, 我们还是一个军事啊, 现在哦, 这里一波雷, 可能这块有导峰啊, 对吧, 这里两波, 两波五连装的, 肯定是导峰, 导峰就在我们前面, 右边的话, 还有一个藏王, 他也是把AP弹切出来, 对吧, 禁身狗斗, 这是完全不慌的, 而且的话, 德明还感觉速度是好慢, 你虽然看他的烟雾啊, 烟囱啊, 对吧, 有斜角, 但是可以很明显的看得到, 对, 他还是一直在持续的一个减速当中, 而且烟里面的话, 不知道是谁啊, 我觉得是洛阳把塔石干, 这种船, 对吧, 不知道是两连装我切到第三视角, 看看这驱逐还开不开炮, 而驱逐没有开炮, 继续打藏王, 那么基本上除了侧面, HE, AP弹有效果以外, 另外的话就是, 就是打HE的伤害来的高, 果然是塔石干, 来了, 藏王, 带走, 好的, 塔石干打船头, 甘尼索白白, 漂亮, 一炮双小, 双杀, double kill到手, 哦, 后面还有, 后面还有一个罗恩和北卡, 那罗恩距离比较远, 但是的话, 巴尔地魔, 其实巴尔地魔这种船, 他的炮的话, AP弹203的炮炮线, 也是非常非常凶啊, 所以说, 我们这里的话, 哦呦哦呦, 2200, 还好没有击穿, 跑达一番核心区, 7000多, 再来, 稍微测一下吗, 不敢测啊, 这个不敢测, 巴尔地魔, 暂时再做减速, 我们再来一轮炮弹, 看看有没有机会, 好, 大概你所办, 五发装甲区, 哦, 不是, 五发核心区, 哎, 说错, 呸呸呸, 哎, 我们又说错了, 五发的核心区啊, 直接是把他带走了, 现在这个局势的话, 直接是推了一路啊, 这个可以, 这个可以, 哦, 右边的话是有驱逐了, 有一个洛阳, 有一个洛阳, 但是的话, 他这里的话, 还是没注意啊, 然后这里可以看到, 有一点小卡, 是因为他的录像文件会, 有一点卡, 可能说玩的时候, 他肯定是偷偷的切出去聊QQ了, 对吧, 或者说网络啊, 有一点小延迟, 但是问题不大, 后面没有一直在卡, 这的话其实小小点啊, 对面的驱逐界的话, 是在烟里面, 是一个洛阳, 然后呢, 导锋不知在哪里啊, 导锋我估计是前面撒一网一波雷, 还应该是从这样一条路走的, 对吧, 撒完一波雷就走了, 所以说的话, 那两波雷看完, 我们是看不到导锋, 要不然的话, 导锋肯定是大概在, 这种比较近的一个位置, 而且, 敌人开局啊, APC三个点, 分数一拿以后, 我们可以看, 我们是多了两个人头, 但是分数还是劣势, 对吧, 这个可以看得出来, 站点的一个重要性, 你这个分数的话, 不是说很快就能站出来的, 但是他一个慢慢累积的一个优势, 会很明显, 而且的话, 打法就会不同, 哦, 洛阳的话是在烟里面开抛吗, 在洗大河, 其实他这点血的话, 洗不了什么, 但他也没办法, 已经是无路可走了, 这的话看看洛阳就在眼前, 亮不亮呢, 现在出了, 哦, 现在他开始转船身了, 对吧, 好的, 三公里就能点亮他, 因为是带了一个强制捕获, 增加50%的强制捕获距离, 所以说剑船的话, 本来是两公里的, 该理所拜拜, 漂亮, 本来是两公里啊, 那么这加50%吗, 就将近是到了一个三公里的距离, 海怪到手, 哦, 这个伤害是保十万多, 但是的话他还是有站点啊, 而且的话呢, 还有护点这个的话, 经营会非常多, 罗恩准备出来, 还要再干罗恩一轮, 哦, 卡住了, 天呐, 啊, 搁浅了, 哇, 我们的, 我们的尾部是搁浅了, 哇, 应该就搁在这里, 搁浅了, 哎, 稍微动了一下, 稍微动了一下, 可以了吗, 哎, 又搁住了, 天呐, 罗恩不要出来, 罗恩出来的话是侧面, 我知道他现在内心是无比的, 灼急啊, 往前动不了怎么办, 哎, 倒船, 倒船, 对吧, 这边, 哎, 还在洗北卡, 看看能不能把北卡收掉, 回卡, 一千多, 哎, 一千六回血, 哎呀, 死掉了, 这个就没办法了, 啊, 现在倒船倒出来了, 当心一点啊, 当心一点啊, 哇, 罗恩来了, 罗恩来了, 哇, 大侧面给罗恩还好, 罗恩的炮塔是没有转过来, 赶紧加速往前走, 这一的话, 他罗恩的一个大侧面, 一个小侧面, 将近是, 嗯, 怎么说, 90度角的话, 将近70度的一个角, 看怎么好, 他转过来了, 为了提升炮塔转速, 好大一发核心一万一, 继续再来, 还是带一点点内切, 对, 机枪稍微瞄低一点点, 还有一万二的血, 哇, 赶紧扭, 赶紧扭, 屁股堆上去, 哇, 也是好疼, 哇, 一轮上去五千三两千一, 七千多的伤害啊, 这个, AP弹实打实的, 半上去还是非常爽, 但这一轮中四发, 就打侧面肯定就没什么伤害了, 哇, 罗恩是没路走了, H一轮上去九五百多, 再来一轮, 这一发看能不能带走, 中个七八发估计有了, 有没有, 漂亮六发, 该你锁, 哦, 相当的精彩, 好了, 那也是感谢大家收看本期的视频, 可以看他的经验的话, 真的是爆表, 这种基础经验, 我一直在说, 经验高代表是你在战斗中, 为胜利做出的贡献大, 好了, 那也是感谢大家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了, 拜拜,